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讲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我这次主要是根据我们过去的一些交流 觉得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回答 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实践自由 是以我2004年写的一本书叫旧教实践自由 里头提到的一些观点为基础的 当然涉及到2004年到现在围绕这些东西的一些争论 其实我2004年写这本书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面临着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比较严峻的局面 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现象非常有趣 就是很多人当时无论对这个世界的走向 还是对我们国内改革的走向都是很乐观的 当然在国际上最乐观的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就是福山的那个在90年代冷战刚结束以后的那个说法 那么在国内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是改革的大事是不会变的 他们大家很 大家当时都觉得即使经过89这样的事情 是吧 那么改革不就是停滞了两年到了92年 是吧 就是小平南巡 不管政治上怎么样吧 经济上就又开始大规模的改革了 是吧 那么很多人当时就说啊 其实这个改革是符合人性的 是吧 就是那个原来我们做错的很多事 就是把人性的预期搞得太高了 就是总是要设想有圣人 要追求那个人性的完善 是吧 所以在有一个时期啊 这个主张自由民主的那个理论呢 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就是批判对人性的各种健忘 就是那个 就是过高的预期 是吧 比如说大家知道哈耶克 他就特别批判理性的健忘 那么 那个阿尔都塞 他批评所谓人道主义的健忘 那么 那么 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的传统中 从八十年代开始就经常有批判 恐懵之道中的性善论 就是强调人性是恶的 是吧 那么 这个 他们认为啊 性善论容易推 容易导致乌托邦 容易导致强迫人崇高 是吧 就是导致了种种的灾难 呃 那么 其实人被这些东西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人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崇高 那么现在我们认识到 是吧 我们对人性的预期呃 变得现实主义了 那以后的事情就应该容易了 是吧 因为总是呃 上山 呃 下山容易上山难嘛 是吧 那么你要呃 呃 不切实际的呃 追求那些呃 高调的东西啊 那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那现在我们就呃 顺泼滑呗 是吧 就是所谓的那个那个 理论联系实惠 呃 什么 诸如此类 那个时候有很多这种呃 这种说法 是吧 那么好像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呃 可是当时我对这个事情就有些怀疑 那么呃 到了今天呢 我们现在逐渐逐渐呃 呃 面临着一个类似于三十年代那样的那种呃 那种状态 呃 我在以前也曾经讲过呃 三十年代呃 对于很多自由主义者而言是一个至暗时刻了 是吧 那么 甚至有些呃 导致很多悲观的预期 呃 包括那个像赤维格那样的人 是吧 都呃 呃 自杀了 是吧 就是很多人都怀疑这个世界会好吗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事儿啊 我觉得其实呃 呃 人们以前就已经有一些思考的 是吧 我后面要提到呃 呃 在那个呃 呃 世纪初呃 呃 乃至九十年代呃 呃 西方兴起的所谓的共和主义 或者叫新共和主义的思考 是吧 其中就包含了这一些东西 而且当时人们就已经 而且当时人们就已经提到啊 比如说斯金纳呃呃 呃 他写的一本书就叫做呃 自由主义以前的自由呃 呃 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 我在没有看到斯金纳的这本书以前 我自己也曾经提过提出过这个问题 呃 我提出的呃 顺宇序跟他不一样 叫做自由之前的自由主义 呃 这个自由 呃 也就是说在建立了自由制度以前 那么自由主义者 呃 他和已经建立了自由制度 呃 只是为了维护他而已 呃 维护他的呃 对那种自由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 呃 其实我觉得 这个自由以前的自由主义 和斯金纳讲的自由主义以前的自由 呃 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那现在我们谈论的这个事 呃 当然就是要讲 呃 为什么就是要解释一个事 为什么这个自由制度 呃 建立起来那么难 是吧 那么我们通常讲 那些反自由的制度 呃 呃 不管是哈耶克也好 是别的人也好 呃 他们总认为那些反自由的制度 呃 是因为 呃 要过于理想化 是吧 就是什么 有一句名言嘛 叫做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意铺陈的 是吧 好像那个 呃 呃 世界上之所以有很多很坏的事 呃 就是有些人过分虔诚 想把这个社会搞得 呃 过于干净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呃 就会出现这样的事 那么假如说 呃 我们不希望的这些事情 呃 是不现实的 是不切实际的 呃 是乌托邦的 是吧 那么我们希望建立的这个事情是现实的 呃 是那个 呃 低调的 是吧 那么为什么 呃 这些事情又 呃 这个 呃 呃 那么难呢 推动这个事情又那么难呢 是吧 呃 我经常讲啊 就是这个 呃 这个 计划经济 呃 这个最优化的方案中 呃 我们讲的宪政 那就很简单 是吧 就是我们相信任何人都是有缺陷的 是吧 因此我们这个制度就是为了有缺陷的人设计的 是吧 因此他呃就更有可行性 啊 那个那个 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几千年来不管不光是中国也包括西方是吧 西方的宪政民主如果我们以英国为起点啊或者以很多人都说法以以光荣革命为起点啊 当然有现在有些人认为光荣革命呃其实还遗憾不算真正的民主啊 尤其是那个平民的民主还是从美国开始的是吧 那么不管怎么样啊也只有呃那个那个三百年左右的历史或者两百多年 是在这之前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啊 我们所处的都不是所谓的自由自序 是吧 那么为什么呃这个所谓的高调理想不切实际的呃那些东西是吧 就是那个所谓的呃那些呃什么圣人治理啊 计划经济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他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 而这些 我们觉得是呃是像水之趋下一样符合人性的 呃而且说符合低调人性的呃这些制度反而建立起来那么困难呢 是吧那么这个就是呃是我在当年写这本书的一个呃原因 那么呃呃最近这些年呃出现的趋势呃就使得大家对这个问题呃有了进一步的讨论 实际上啊在呃在我这本书呃出来不久呃就已经有人写过商榷文章的 呃但是当时我忙于其他的事呃呃没有谈这个话题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形式下我觉得呃这个话题是有必要呃谈一下的 那么除此之外呃我还想就呃呃利用这个时间呃呃呃因为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写东西也没有地方发呃呃 那么有的时候呃呃采取这种呃呃这种网上交流的方式可能还呃呃可能还呃呃可能还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还呃呃呃想解释还也还也还想呃呃最近在网上大家讨论的一些话题呃呃提出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现在先呃呃回答一些朋友呃呃在过去的呃呃一个月来提出的一些 有趣的问题他跟我后面谈到的正题就是呃呃这个时间自由呃里头提到的中心论点呃呃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呃呃并不完全一样 也好像是一个孤立的话题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呃第一个话题就是呃上一次演讲以后啊有些朋友就呃曾经议论到啊就说呃呃 比如说呃呃我曾经在以前的一些著作中呃呃支持那个工会运动啊那么很多人就说呃工会是个坏东西是吧那么大家知道尤其是最近呃呃一些自称是澳派的一些人是吧呃这里我要讲这个所谓的澳派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变异是吧有些所谓的澳派听起来我觉得就不像奥地利学派而是像奥斯威斯 新学派了是吧这种澳派其实挺可怕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那么但是有些人就说啊他说工会是万恶之渊呃呃在中国要搞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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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好处就是没有工会这里我要讲呃呃呃这些人呢呃呃呃这些人倒是非常实际是吧因为中国实际上 嗯如果用官方的说法那是有工会的不但有工会而且还是强制性的每个人都必须是呃呃工会的会员是吧但是我们那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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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其实他是不信这一套的他就认为中国是没有工会的而且中国好就好在没有工会是吧而且中国整个这个经济奇迹呃呃呃 把那个嗯把那些工人呃什么都压在呃呃把那老百姓都压在脚下是吧就是可以呃呃就可以创造奇迹是吧那么而且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经济不行就是因为还有了工会是吧那么我们也知道呃呃呃我们的一些呃呃企业家像曹德旺先生呃呃在美国也曾经表示过对工会的强烈的否定呃呃呃这里我要讲了呃呃呃呃 对于曹德旺先生这样一个企业家而言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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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中博弈的双方 劳资中 劳资是存在着一些矛盾的 是吧 那么每一方都要 从自己的利益说话 这个我觉得无可非议 但是这种体制是 每一方都可以 那个有博弈的权利的 这一点确实很重要 是吧 这个曹德旺先生说 如果有工会 我就不办工厂了 是吧 这个话我觉得是 符合美国的实际的 是吧 因为在美国 如果你讨厌工会 不再有工会的地方办工厂 这是完全震荡的 但是如果你企图利用 政府的力量 剥夺工人的劫色权 那么曹先生也没有 这样的主张 是吧 而且在美国这种国家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发生的 是吧 所以我在这里要讲 关于工会这个事 其实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和我们这里 其实是完全有不同的背景的 是吧 在他们那里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工人和其他的 一般社会下层 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结社权 这对于他们来讲 并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任何一个工民都有 集会都有结社的自由 是吧 这个 成立工党也可以 成立社会党也可以 是吧 那成立工会 为什么就不行呢 是吧 这当然是可以的 可是在我们这边 这首先就是一个 关于结社权的问题 是吧 否认工人有结社权 这本身就是违反了 这个 不管是自由 民主 宪政人权的一些 最基本的原则 是吧 当然我这里要讲 是结社权 不是结社义务 是吧 也就是说 并不能强迫人 去加入工会 是吧 这个强迫 那就不是权力了 那就变成义务了 是吧 但是我们要 成立工会 这是我们的权力 是吧 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力 和商人 和企业家 成立商会的权力 其实都是一种 这是无可非议的 是吧 假如这个澳派的朋友 也承认 在中国是不准 成立这个东西的 是吧 那么实际上 他要表达的 他要解决的一个 他要表示的一个态度 就是 不是说工人应该 成立什么样的结社 而是工人 应该不应该 有结社权的问题 是吧 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西方人 不去讨论的 曹德旺先生 其实也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是吧 那么我觉得 在今天的中国 谈到一般人 尤其是谈到 一般的民众的结社权 那当然就会 肯定的涉及到 比如说工会 农会 这一类的事 是吧 那么这一类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权利成立 他们有没有权利结社呢 我觉得这个不用说 当然是有的 是吧 如果否认了这个 那你就不是奥地利学派 而是奥斯维辛学派了 这是 关于工会问题的第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在西方 并不是一个问题 是吧 但是在 别的地方 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 如果你有结社权 那么你究竟 在什么意义上 为什么而结社呢 大家知道 人们从来都不是 为结社而结社的 那么人们结社 当然是为了各种各样的 是吧 在各种各样 不同的认同的基础上 形成的结社 是吧 比如说在宗教 基础上 人们有宗教认同 那么就成立了教会 是吧 人们有政见的认同 那么就成立了政党 人们有那个 族性的认同 那么就有了宗族 当然 人们也有 在市场经济中 为我所持有的 这个要素的回报 最大化 而成立的结社 是吧 就是比如说 那个企业家有商会 那么 农民有农会 各个行业都有 各个行业的 那个行会 是吧 那么工人 当然他也会有 就是劳动者 当然也 或者说 人力的 这个 人力资源的持有者 他也有 使人力资源 能够有更多的回报 以这个目的 或者说 以经济诉求 为基础建立的 这些 协会 我要讲 工会和其他人类的 其他结社一样 它都不是一个 近代化才有的东西 以前就有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 各行各业都有的行业协会 西方各国也 也 这种东西也是很发达 是吧 那么西方各国的这些行会 其实都不是近代 行业协会 其实都不是近代才有的 在古代 在中世纪就有 这就是所谓的基尔克 就是所谓的行会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中世纪的行会和 近代的行业协会 或者说 同业工会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个区别就相当于 中世纪的教会和近代的教会 中世纪的政府 中世纪的会党 中世纪的会党 中派 彭党 和近代的政党 有什么区别一样 是吧 这个区别 其实到我看来 就是自由与否的区别 是吧 中世纪的教会 它是不宽容的 它要搞宗教审判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会 就是建立在政教分离 信仰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 古代的会党 古代的彭党 那是贼船能上不能下的 是吧 有很强的 个人约束 就是要服从领袖 服从那个 就是有很强烈的 那个身份性的特征的 而我们今天讲的政党 那就是自由公民 基于 基于政见认同上的一个 自由结合 是吧 尤其是像美国式的政党 是吧 你投了 那个民主党候选人的票 你就是民主党人 你下一轮你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 那你就是共和党人 是吧 这个完全是一种自由公民的 这个政治组织 是吧 那么它当然和以前的那种 一复性的会长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行会也是一样 是吧 大家知道 以前的各种同业工会 各种行会 甚至也包括商会 当然也包括最早的工会 是吧 那么都具有帮会的性质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包括连中国的工会也是这样 研究中国工会 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人 包括 那个很有名的 那个伊利莎白·佩里先生 他们其实都指出了这一点 不光是中国的工会有这个特点 西方的工会 其实也有这个特点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中国最早的青鸿帮 其实就是朝运工人的 我这里讲的是青帮 青帮最早的就是 大运河上的朝运工人的 组织 那么这个青帮 当然不是 它是一种工人的结设 但是它 当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工会了 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有很强的那种 暴力 垄断 那种侵犯别人权利 侵犯个体权利的那种 那种性质 是吧 那么这个工会 其实也是这样 其实商会也是这样 包括行会 都是这样 我觉得 人类从一开始 就有结设的功能 但是这个结设 发展成为自由公民的 纯契约性的结设 其实都是在 现代化 以前这些 这些各种各样的结设 不管是经济的结设 政治的结设 宗教的结设 甚至族群的 族群族性的结设 其实都有这个特征 以前的结设 往往不是自由的 是身份性的 那么到了 到了 现在社会 就逐渐逐渐 变成自由公民的 一种结设了 那么工会 当然也是这样 是吧 最早的工 最早的劳动者的 那种结设 和其他阶层的 结设一样 一开始 都是带有那种 身份性 依附性 是吧 就是 对 对这个成员 有很强的约束 而且对外 有非常强的排差性 这个排差性 还不是一般上的 经济排差 甚至有些 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 不光是工会才有 其他协会 都是有的 包括中世纪的 基尔特 不管是自由主义者 还是像马克思主义者 都曾经指出过 中世纪的基尔特 是一种特权 是台式竞争的 是吧 是那个 妨碍 那个 社会进步的 是吧 所以 我们所有的协会 都曾经经历过 我们所有的 结社 都曾经经历过 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工会 当然也是这样 是吧 那么 这个工会 怎么能够 从古代的那种 类似于青帮的那种组织 变成一个 近代社会的 自由工会 是吧 就是那个 由自由公民 自由加入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是并不妨碍别人权利的 是吧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也是可以通过民主立法来加以规范的 是吧 那么从工会本身而言 它是一种 那个 就是用市场经济理论的说法 它是持有一种经济要素 这个要素就是人力 或者说是劳动力 是吧 持有劳动的这些人 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回报最大化 而基于经济目的形成的组织 那么这种组织 它是不是比基于别的利益形成的组织 更少合理性呢 我觉得不是的 恰恰相反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上讲过 我说啊 我说啊 实际上民主 宪政民主最容易处理的 那个利益冲突 就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是吧 所以经济利益的冲突 如果按照最经典的 那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其实就是阶级利益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有一种说法 是不对的 说我们以前所有的弊病 就是因为阶级斗争搞得过火了 是吧 其实老师说 在这种 在这种所谓的阶级 不能自由结社的情况下 不能自由推出自己的代表的情况下 根本就谈不上阶级斗争 我说我代表某某阶级 那就代表了吗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的权力斗争 往往是你死我活的 是吧 这你死我活 究竟跟阶级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这个我以前曾经专门讲过这个话题 我的一个结论就是 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 其实就是在市场经济中 各个不同要素的持有者 争取自己要素的回报 最大化的这样一种博弈 这种博弈不仅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与种族之间 宗教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其他人类社会的其他博弈而言 经济上经济利益上的博弈 其实是最容易理性解决的 是吧 因为我曾经在 呃呃呃 那个演讲中 呃 举出了几个理由嘛 第一呃 经济利益是可以量化的 呃 所以最容易讨价还价 第二 经济利益正因为它是可以量化的 呃 比如说在经济利益上的左派和右派很容易变成中左派和中右派啊 因为它可以吵架还价嘛 可以达成妥协嘛 是吧 但是你啊 民族啊 这个民族矛盾 呃 这个这个 宗教矛盾 呃 达成妥协就很难 是吧 所以我说啊 真正的阶级斗争从来就不是你死我活的 真正的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与阶级妥协阶级合作并存的 是吧 而且阶级之间的合作和妥协要比民族宗教呃 呃 那个什么教义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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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 呃 呃呃 是任何车臣人达成妥协 是吧 呃 甚至那个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达成妥协 那就要难得多 是吧 那么因此啊 我觉得如果工人啊 如果一般的劳动者 他们基于经济理由形成结社 我觉得要比他要比鼓励他们基于宗教基于族群基于别的理由形成结社 反而更有利于社会的啊 呃 那个那个那个呃 正常的博弈 是正常的发展 而且我们也知道呃 至今为止 宪政制度 能够最成功解决的也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是吧 大家知道工会运动最发达的呃 近代国家就是英国 而英国也是宪政制度呃 最成功的地方 是吧 而但是英国最 尽管宪政制度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 但是他在解决一个问题上还是不怎么成功的 是吧 这就是解决这个宗教冲突 或者说是族群冲突 是吧 我们知道呃 宪政的英国现在处理北爱尔兰还是很吃力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北爱尔兰的冲突不是阶级矛盾 而是宗教矛盾 是吧 就是新教徒和那个那个天主教徒的矛盾 天主教徒要独立呃 呃 那个那个新教徒呃 要归英国 是吧 所以就呃 就斗得很厉害 而且这种斗争好像在宪政条件下很难解决 这也是呃 我觉得当前西方宪政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是吧 因为西方的宪政啊 呃 从那个呃 从英国开始呃 一直到二战 是吧 我觉得呃 他们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其实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博弈 是吧 而事实证明呃 宪政处理这些问题是最呃 是是是呃 是最成功的 是吧 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呃 最容易吵架还价嘛 是吧 但是宪政问题到了今天呃 在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地方 其实老实说很多人现在都呃 骂美国的民主党搞社会主义呃 美国的民主党中的确有些人是在阶级意义上呃 比较左 是吧 这典型的就是商德斯 是吧 但是民主党的主流其实并不搞这个东西 民主党的主流现在主要热衷于的 是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很很很可怕的 是吧 身份政治的极化往往会导致宪政的失灵 往往会导致那个呃 民主宪政的失灵 这个也是 现在西方宪政面临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之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 当然从曹德旺先生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并不希望 他的企业中出现工会 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的美国 或者欧洲 他整个这个社会矛盾的主干 如果是在经济上 讨价还价的这种 我觉得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要简单的多 也要好处理的多 因此在各种各样的结设中 尤其反对工会 我觉得这就更没有道理 那么你反对工会 你为什么不反对教会呢 你为什么不反对政党呢 你为什么不反对别的东西呢 这工会 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是干什么的 那无非就是 就这个劳工的权益进行讨价还价 那么因此 在所有的结设中 是吧 我觉得基于经济利益的结设 是那个 是有可能减少交易费用 也比较容易达成妥协 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一种 一种结设 大家也知道 这个工会运动啊 现在人们对他的非议就是这个工会权力大了以后 会影响个人之间的自由雇佣 是吧 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 是吧 我们知道工会运动尤其是美国 因为美国他还有族裔的问题嘛 这个工会运动在美国他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从一建立开始就有很浓的族裔色彩 是吧 就是那个英国人的英国人劳工的工会排斥爱尔兰人 那么爱尔兰人也利用结设自由 他自己又建了工会 是吧 那么爱尔兰人的工会就排斥德意志人 就日尔曼人 是吧 那么日尔曼人又建立了工会 日尔曼人的工会又排斥等等等等 包括排斥华工 是吧 我们知道那个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排华也是工会搞起来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 这个工会运动啊 现在人们对他的非议就是这个工会权力大了以后 会影响个人之间的自由雇佣 是吧 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 是吧 我们知道工会运动尤其是美国 因为美国他还有族裔的问题嘛 这个工会运动在美国他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从一建立开始就有很浓的族裔色彩 是吧 就是那个英国人的英国人劳工的工会排斥爱尔兰人 那么爱尔兰人也利用结设自由 他自己又建了工会 是吧 那么爱尔兰人的工会就排斥 是德意志人啊 就日尔曼人是吧 那么日尔曼人又建立了工会 日尔曼人的工会又排斥等等等等 包括排斥华工是吧 我们知道那个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排斥华也是工会搞起来的 而且而且美国工会的排斥说实在的也不光是排斥是吧 他们老移民排斥新移民 这是工会经常要搞经常喜欢搞的事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你排斥不要紧 被排斥的人如果也能够进行结设来来进行博弈 那么本身就抵制了这种排斥 比如说你那个英译工人成立工会 你排斥爱尔兰人 那爱尔兰人也可以自己成立自己的工会嘛 是吧 我觉得包括华人也是一样的 是吧 这有什么不行呢 是吧 第二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啊 我觉得一个合理的法律并不是禁止结设自由 是吧 取缔工会不准工人有结设自由 无论如何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现代社会所应该有的政策 但是工人的组织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这个非工会成员的关系 怎么处理工会和工会成员自己的关系 是吧 这个工人的组织到底对他的成员 应该具有多大的约束力 是吧 对工会之外的成员 这里我要讲任何一个团体 他都是具有他的一个内在的凝聚性和对外的一个博弈的功能 是吧 任何一种会员和非会员之间当然都会有博弈的 但这个博弈不能侵犯人权 是吧 不能侵犯那个那个那个自由 比如说你成立工会是可以的 但是你动不动就组织一个纠察队 把那个工厂给封锁起来 不准那个那个不参加罢工的工人进场 是吧 甚至谁不参加罢工你就要把谁打一顿 是吧 这种事情我觉得 在工会运动中存在 这个现象也不奇怪 任何一个行会最初都有这种现象 是吧 中世纪的第二车普遍都有这种那种排他性 是吧 那个中国的青红帮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大家知道二十年代中国上海的工会 包括共产党搞的工会 其实都有很浓的这种色彩 是吧 那个当时的一些工会领袖像汪寿华同志啊 什么什么这些人 是吧 当年他们都是和杜月笙啊 什么什么这些人都是有关系的 这里头涉及到劳工运动史的很多问题 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是吧 那么这些东西当然是要通过立法解决的 是吧 工人是有 是有成立工会的自由的 工会是有 为自己的利益 进行集体博弈 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的 但是你这种权利 跟其他个人的权利之间应该怎么协调 是吧 在现代西方各个国家中 也有不同的规定 是吧 本身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 就像在其他一些领域的群体权界一样 是吧 就是到底争多少税 提供多少福利 这些问题本身都是 在立法过程中 要 要加以解决的 其实我这里要讲啊 就是工会对于非工会成员的这个排斥 任何现代国家都应该立法加以限制 是吧 这个这个所谓的工会特权 这个当然是应该是有限制的 但是这和剥夺工人的结社自由 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正如商会的特权 商会的 我这里要讲不仅工会是这样商会以前 是吧 就是在那第二个 以前他也是 那个破坏竞争的 是吧 那么这种东西对于商会而言 本身也是要 也是要进化的 是吧 这是两个问题 你当然可以说 我们 现在在工人有了接社权以后 成立了工会以后 那么怎么协调工会内外的关系 他对他的会员应该有怎样的约束 这里我要讲任何一个集体都会有约束的 是吧 但是所谓的自由指的不是没有约束 而是你能不能自由退出 是吧 如果你有很强的约束 但是如果我不接受这个约束 我就可以走 这个就问题不大 是吧 就像那个宗教都有戒律 是吧 你要加入教会 你就得接受这个戒律 戒律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不接受这个戒律 你可以退出 是吧 如果不能退出 你不接受这个戒律 就把你判个火刑 把你烧死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是吧 所以这些问题 我觉得完全是 承认工人有接社权 承认经济利益方面的集体博弈 要比其他方面的集体博弈 更有利于宪政的发展 承认这两个大前提以后的第三步的细节问题 这两个 拼命的突出这第三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别有用心的 是吧 就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个群里头 对美国 尤其是华人的一个现象 产生了一场讨论 一个网友说 他说他觉得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虽然中国进行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中国人和华人 在世界各地对左派 都是非常痛恨的 只要你是真正的左派 就对你恨之入骨 这跟美国华人恨民主党是一样的 另外一位朋友说 的确是许多留在美国的华人 如果不是美国左派的一些倾向性政策 这里我讲的 我觉得主要是指的是宽容移民的政策 是吧 因为美国历来是右派比较排斥移民 左派比较主张移民自由 如果不是美国左派的一些倾向性的政策 他们本来就很难留下来 但是留下来 他们还是恨左派 那么又有一位朋友说 如果进一步思考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中 谁最恨左派呢 苏联时代那是计划经济 而且也有一定的社会福利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左派恨得咬牙切齿的 那就是纳粹了 现代西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 那都是有社会福利和保障的 那么这个公共汽车 你挤上了车 你就反对后来的人往里头挤 他们认为你看像北京人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在没有北京户口的时候 拼命要求挤进去 但是一旦挤进去了 就反对扩大北京户口 那么于是有人就说 那个大陆去的华人 很多都是极右思维什么什么等等 那么有些朋友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其实我倒是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这些年去过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的确是有些特点的 那么这个特点其实 如果我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也好 社会主义者也好 我们往往会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那么美国当然和东南亚这些国家 有很大的不一样 但是这个华人尤其是大陆去的华人 其实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可以分析的 共性的 那么我的看法可以表输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同意有些朋友的看法 华人反对左派这个判断可能比较粗糙 如果是指大陆华人的第一代移民 我这里讲的第一代移民还不包括留学生 比如说唐人街 比如说我们很多专业移民 投资移民等等 这些第一代移民可能的确是有 朋友讲的这种现象 就是华人特别反对左派 但是华人留学生和第二 好像就已经不是这样了 这里我要讲 我这里讲的是排除了那些 与美国本身 美国本身就包括白左和白右了 中国有一些所谓的小粉红留学生 那本身就是带有很强的那种 那种黄民情结 是吧 对美国不管是白左白右都格格不入的 是吧 那么这种强烈的这种黄民情绪 其实按照西方光谱 应该是属于极右的 是吧 整天讲什么黄皮肤啊 黑眼睛啊 什么什么这种 是吧 但是他们却通常自诩为 左派 是吧 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他们 我这里讲的是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融入美国的华人学生和留学生 他们这些华二代 其实还是很受美国校园文化的影响的 是吧 很多人 其实往往还是同情白左的居多 以至于不少我认识的移民朋友 都有他们和自己在读书的孩子 在美国政治价值观上产生代沟的一种感觉 事实上真正参与到美国政治中的中青年华人 是吧 像上次大选中的那个杨安泽 这次当选波士顿市长的吴密乃至什么戴琪啊等等 是吧 其实还是白左居多 是吧 尤其是最近这个吴密当选了波士顿市长 是吧 他提出了很多很左的那个政策 是吧 引起了很多那个那个第一代华人的反感 是吧 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一代和华二代的确是有一些不同 第二我觉得华人一代移民本身的构成 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偏右 是吧 因为不管是投资移民 专业移民 港台移民 还是政治意义的移民 基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适应都是不适应大陆的所谓左而到美国来的 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同于其他美国族裔像黑人啊拉美裔啊那种穷人居多啊的一种特点 是吧 那么穷人居多的移民比较喜欢福利政策什么什么但华人就不是这样啊 华人经济条件也比较好 当然了大陆的左和美国的白左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就第一代移民而言 他们的厌左惯性容易平移到美国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除了这两者以外 我要讲的主要还是第三种 仅仅是这两种 我觉得就像我们那位朋友讲的那样 是吧 就是那个你解释这个大陆刚刚去的人好像是可以 但是解释已经在美国待了很久的华人 即使是第一代华人恐怕也不能仅仅说 他们把这个大陆的左和美国的白左混为一谈 这么说是解释力是不够的 其实根据我在对东南亚华社的一些看法的一些考察 我觉得最重要的生成因素 可能还是中国长期以来秦制造成的一个影响 我曾经指出过这个秦制的特点是既反自由又反福利 朝廷的 但是对老百姓不承担责任 从商鞅韩非到商鸿洋都信奉一种理论 叫做贫穷者非赐极度 是吧 这个穷人不是懒犯就是罪鬼 是吧 计贫是不对的 但是对穷人要惩罚 他们主张惩贫而不计贫 只抓盲流去劳改 不管草民成恶嫖 是吧 用那个商鞅的话叫做 弩贫贷以绝消耗 就是说究竟穷人 那是白白消耗国家的财力 那是根本不应该的 但是穷人如果到处流浪 给法家的制度抹黑 是吧 那绝对不允许 是吧 对那个盲流就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送他们去修长城 是吧 给他们实行劳改 就是对盲流实行强制收容政策 这是中国无以有之的法家政策 是吧 这种体制下 一方面黄泉无孔不入 有人说黄泉不下线 那都是胡说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常识嘛 认识深山更深处 也应无际必真谣 是吧 中国从来都是那个黄粮国税 那个那个那个纳粮当差 一直到每一个人的 是吧 那如果说黄泉不到那里 那这些人难道是主动去做义务劳动吗 难道是主动去做义工吗 那当然是胡说了 但另一方面 黄泽不下线 甚至黄泽 公共事务啊都是公共品 朝廷是不提供的 平居闹市 无人问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石骨 在这种情况下 与某些人宣称的国人特别依赖 秦皇汉武相反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人 比如说梁朝伟 香港的梁朝伟先生 就说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人就喜欢秦皇汉武 是吧 没有秦皇汉武 他们就活不下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胡说的 是吧 那你没有选择 当然没有办法 但是只要能够选择 中国北姓 并不喜欢大政府 因为他们建惯的都是那种只为皇上横针暴恋 却不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品 那种官府 他们建的大政府 他没有建过西方的所谓的福利国家 是吧 老百姓可以对官家的福利进行问责的 是吧 你提供了福利 老百姓也不感谢 是吧 但是你不提供 老百姓就会向你问责 是吧 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是吧 所以他们不喜欢大政府 是吧 因为他们建惯的其实都是朝廷 是吧 就是 他们建造的大政府 都是只为皇上横针暴恋 而不提供什么保障的 是吧 因此他们对官家福利也很少指望 中国人呢 真的是有一个特点 他们除了 他们对于自己 除了相信个人奋斗以外 如果需要公共品 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小共同体 熟人社会 亲人社会 出来解决 那么 因此他们其实和朝廷不一样 是吧 他们其实也是我讲 儒家在中国 如果说还能存在 是吧 他的其中一个 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 是吧 中国人需要小小共同体本位 尤其是老百姓 这里我要讲中国的朝廷制度是排斥这个东西的 是吧 因为他们如果有些个人解决不了的 那个朝廷是不会帮他们解决的 但是并不是说朝廷不对他们行使暴力 是吧 朝廷不对他们行使权力 朝廷的权力无所不在 但是责任是没有的 是吧 那么谁负责呢 就是那些小共同体 是吧 所以那个他们除了相信个人奋斗以外 如果需要公共品 他们也会依靠小共同体来解决 因此他们在伦理上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并不欣赏那种极端的个人本位 反倒是法家 喜欢鼓动反爹反妈那拉出走 是吧 喜欢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所谓的大义灭亲 鼓励告亲禁止拥引 这都是中国那个法家喜欢干的事 是吧 而中国的老百姓 还是 在伦理上 还是比较依恋小共同体的 那么这种现象啊 我把它叫做官法民儒 这种状态 一直是中国官民矛盾的一种常态 那么我以前在公号里头啊 曾经指出敦煌文书中就有一种失色很发达 官府不断的打压 但是还很难消除 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啊 我觉得在摆脱了情志的海外移民中 其实表现得非常粗粗 这个民间传统啊 在可以说是渊源流长的 我经常要想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经常有人说自生自发 那么真正自生自发的华人社会是怎么样的呢 是吧 这个朝廷统治下的华人社会根本不可能自生自发的 是吧 而在国外 你说这个外国的华人社会 它又受到外国的影响 比如说美国华人社会显然受到美国的影响 是吧 东南亚的华人社会 受到东南亚的那些各自民族国家的那个影响 是吧 那么真正自生自发的华人社会到哪里去找呢 其实古往今来都有些这些例子 是吧 我觉得挺有意思 古代的华人啊 就是明清以来的华人在东南亚曾经建立过一些 我称之为叫家族共和的这种现象 是吧 比如在现在印度尼西亚的昆殿明代到清初 都存在着一个华人的一个一个 等于是一个小国家叫南方大种制 是吧 这个南方大种制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有点像今天的共和国 它的那个那个大种制就是那个总统啊 不是实习的 是选举的 但是这个选举当然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 基本上是一些主要的家族 是吧 那个家那些大家长讨论 是吧 然后大家推举出来的一个人 是吧 他每一代的人都不是实习的 都是推举的 但是那个推举主要是小共同体的推举 是吧 就是那些当地的昆殿这个地方的那个华人家族 那些男性富家长推举出这些种制 这个南方大种制维持了一百多年 是吧 维持了好几代人 那么这种南方大种制式的家族共和 是吧 到了现在你还可以看得到 现在呀 我曾经提到 我觉得东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城市 可以叫做典型 是吧 为什么我要说是东马来西亚呢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马来西亚啊 其实是一个马来西亚联邦 其实是一个马来人本类的福利国家 是吧 这个国家的华人社会是很难自治的 是吧 在我们中国人去的比较多的西马来西亚啊 就是西马啊 就是马来半岛 是吧 吉隆坡啊 宜保啊 冰榔雨啊 这些地方 包括新加坡 是吧 那么马来人比较多的西马 他是大政府啊 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依靠国家掌握的大量的石油收入 国家的管制和保障都很明显 但是马来国家的保障 有点像中国的朝廷啊 呃 马来国家的那个对华人的态度啊 有点像中国的传统朝廷 他的福利保障 主要是偏向马来人的 华人能够享受的很少 而他的管制 又主要是对华人的 是吧 大家知道东南亚各国普遍对华人有打压的 是吧 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啊 不是最厉害 但是也可以 包括那个马哈蒂尔 是吧 对所谓新经济政策 其实就是打压华人的 是吧 但是 东马来西亚的情况就不一样 所谓的东马来西亚就是沙拉越和沙巴 呃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和呃 西马是隔着南海的 他们本来也不是一回事啊 是原来都中国的殖民地 但是是三个殖民地 是吧 不是一个殖民地 呃 到了英国撤走的时候 呃 就做了很多工作 把这几个殖民地合在一起 就成立了呃 我们现在讲的大马啊 所谓大马就是马来西亚联邦了 是吧 但是这个呃 作为组成 马来西亚联邦的东马 原来的穆斯林和马来人都很少 呃 东马地区多数人口是政治活性很低的 丛林土著啊 就是呃 发展程度很低的 那也有很多都是猎头部落 是吧 就那个达雅人呢 一般人呢 是不怎么参加政治的啊 没有做公共生活的 而东马的华人啊 呃 其实相当多啊 比马来人要多 而东马的华人基本上都在城市 所以东马的几个城市都是华人居多的 包括古晋 包括西部 是吧 那么当初英智独立的时候 呃 这些人本来是不愿意跟马来人 合在一起的 后来英国做了工作 是吧 那么他们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时候 东马和西马曾经达成过类似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呃那种协议 是吧 呃 我在2009年的时候从西马到东马还是要办通行证的啊 西马人不能呃就像内地人不能自随便去香港一样 他要办通行证的 那么东马的情况就跟西马不一样 由于马来人少 联邦的管理比较出疏 也没有什么福利投入 尤其是东马的城市 那么当然最近十多年来好像情况有些变化呃 现在那里的朋友有的告诉我说是近十多年来联邦推行马来化政策 促进马来人和穆斯林向东马移民强化联邦的控制呃 呃情况已经比呃那个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已经有了变化 但是我在1909年访问西部呃就是东马的第二大城市 呃沙拉叶的第二大城市 我在1909年访问西部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呃 当时这个西部啊给我的印象很深呃 这个西部有点像呃改革开放初年90年代的什么福建近江啊浙江温州啊 是吧华人的民间经济非常活跃 传统的胡椒硬木油中加工产业很兴盛 那么新兴的产业啊 西部主要就是生产出口的那种特种造船业 是吧西部这个地方大型造船业行不起来 但是华人很聪明是吧 他们见缝插针生产那种国际市场需要的特种船舶 什么消防船啊供水船啊医疗船啊救护船啊这些东西 是吧呃在市场国际市场上占有呃相当一部分比重的 中国都进口他们的消防船是吧 那个时候是吧 那么呃 他们那个新兴的特种造船业也一军突起 华人市场经济成为东马突出的经济亮点啊 有点温州啊静江啊那种风气 但是最有趣的是那里的市政公共设施 很少是政府投资的 是吧 呃在整个这个城市的街道广场公园医院学校公益机构公共 乃至各种纪念碑啊各种纪念设施 除了少数是富商捐鉴的以外 绝大多数都是小共同体鉴的 不是某某同乡会就是某某中心会 或者是华人教会 是吧呃我们知道 叫那个晚清福建侨民 肯直南洋 沙拉越的移民首领黄乃常是基督徒 他是以教会的方式组织移民的 是吧 所以这个教会啊中心会啊同乡会啊 在那里非常发达 整个城市早期的标志 就是著名的宗族祭祀场所 叫大伯宫庙 是吧 大伯宫庙 就是那个移民的几大宗族的 那个祖先祭祀的场所 是吧 几个主要公园都是同乡会兴建的 而且以他们的故乡得名 是吧 什么古田公园 是吧 这个古田公园就是古田人建的 新化公园就是新化人建的等等 啊 他的那个市政府和议会 完全是按照西方式的多党宪政规则来运作的 但是据说 实际的政治多元格局仍然以族性和同乡为基础 百姓的投票意愿明显的是清政党 重乡党 最有意思的是 这个地方马来西亚东 那个那个东马来西亚 以前有一个毛派的 搞游击队的共产党啊 就是北加里曼丹共产党 这个共产党在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啊 解体了和和西马的马贡一样 是吧 就都放下武器 走出同名回归社会了 那么他们回归社会 他们散伙以后 他们的成员走出同名回归社会 很快融入华社的乡党中心氛围之中 没有受到什么压制 我就见过一名啊 这个北加共的药人 是吧 是那个当年那个北加人民军的 呃 那个最后几位骨干 呃 呃 呃 跟几个呃 呃 西部的富商 呃 呃 在吃饭 是吧 呃 当时他就呃 呃 笑着指着那几个富商说 呃 这些人都是红色资本家 呃 当年对我们就不错 是吧 等等等等 呃 像这样的华社啊 我觉得他有几个特点 第一 就是排斥大政府 是吧 呃 他们既不喜欢法家式的压迫性的 大权力政府 也对白左主张的大责任政府 就是福利国家 他们也是不感兴趣的 因为呃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国家给他们提供什么福利的 是吧 呃 传统的朝廷 呃 包括那个呃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福利也是提供给马来人的 是吧 第二 他们重视小共同体 反对极端的个性解放 呃 这里我讲的 所谓的极端的个性解放 即反对 那个法家式的效忠皇上的伪个人主义 是吧 大家知道中国搞个性解放有两两个传统 一个传统就是法家的 是吧 强制解散大家庭 是吧 呃 这是法家的个人主义我 我所讲的华社价值观 比较接近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呃 如果你看看西部这种状况 你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反对白左而对白右 觉得好像是比较能够接受 一方面的一方面的自由主义和另一方面的干预主义啊就国家干预呃或者社会干预是吧呃一方面是主张自由一方面主张干预左右派都是是吧只不过他们主张干预的领域和主张自由的领域是各自不同的 是吧呃 的禁毒政策的认为严厉的禁毒政策的认为严厉的禁毒政策呃就好像是呃迫少数民族什么等等等等是吧那么右派就正好相反右派在经济上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自由的但是伦理上他们却更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是吧包括对家庭的责任对宗教的责任啊乃至对国家的责任 反对无限制的个人自由是吧像同性恋啊什么也堕裁啊什么这些啊右派就是反对的那么在后面这一个意义上白左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吧自由主义呃被理解为左派是吧那个有没有道理呢中国的左派是不能呃是他们自己也没有说他们是 自由主义者他们说了人家也不会承认但是白左的确因为白左在伦理上呃显然比右派更强调个人自由至于大陆的情治只有权贵的性自由却对本性例行伦理管制那是截然不同的是吧我们只要看看最近的两间两个热点啊一个是张高丽的那个是是吧马上就被删除了是吧呃张高丽和那个 啊彭帅的那个是是吧呃另一件事就是老百姓的啊就是李云迪是吧李云迪啊所谓的嫖娼被吵得啊沸沸扬扬被啊上纲上线搞得很严重是吧这个是和西方的左派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西方的左派最喜欢讲的就是那个什么同性恋啊这异性恋当然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完全自由的了是吧那么甚至还有什么要做呃要做爱 不要做战是吧西方左派在反那个白左在那个那个六八年的法国呃红卫兵法国的那个左派运动那左派学生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做爱不要做战是吧就反反对越南反对那个战争是吧这个和中国的左派是完全是相反的是吧那么这个经济上白左的民主福利国家主张 虽然和自由经济有矛盾甚至可以说呃有社会主义色彩也不是完全错的但是但是他们这种鼓励北姓对政府只问者不感恩的民主社会主义也绝对是秦始皇室的社会主义和和秦始皇室的社会主义是截然相反的是吧这秦始皇室的社会主义者只强调北姓要顺从皇上的管制 黄恩只能感谢启荣问责是吧至于那个鲁平贷抓盲流同为一国之民也要实行严格的户口管制所谓的使民无德善习这就跟白左鼓吹的对跨国的非法移民也应该宽容构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极端了所以一方面我要肯定大陆的某些自由主义朋友大骂白左的确是有些人 有些莫名其妙的找错了靶子无论白左白右还是我刚才讲的华盛在面对秦制时他们都是受压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主要是伪问题或者是未来的问题而在西方内部白左白右面对的是他们的真问题但是除了少数极端者以外 其实两边都既有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是反对在这两者中间站对的我既不是白左也不是白右我认为在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即使在西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他们的西方的问题我也不认为他们哪一派就是对的哪一派就是错的近年来白左白右的矛盾有极化的趋势 这个有极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有传球化危机的背景其实双方都对此重视不够这个我觉得是很事实上以经济为例西方国家北年来在民主体制下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也就是说无论是右派的主张还是左派的主张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因为自由税收就很难增加因为福利因为那个那个平等福利就很难减少 公共财政越来越在台高筑国家能力严重减损 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不能联手努力解决传球化危机而只会一味原稀以往的争论 左派在继续减税右派在继续征服力那后果的确是后果堪余的 但是这主要是指的欧洲 对于美国而言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高福利是吧 我们知道美国与欧洲相比那个福利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是吧 在美国啊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其实一向弱于欧洲 美国的白左中像民主党的左翼桑德斯啊 那是鼓吹福利国家的而且桑德斯说实在的不太强调那个身份政治 桑德斯还真的是比较讲阶级政治的是吧 主要是讲的什么劳工保护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事是吧 但是桑德斯这样呢是吧 桑德斯其实严格的说不是真正的美国的白左而是欧左是吧 他真的是有点社会民主党的那个味道味道 但是桑德斯在美国其实是即使在民主党中其实也不是主流是吧 他只是支流 那么美国的白左的主流其实不是福利国家也不是阶级政治 他们更喜欢搞身份政治炒作种族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美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我觉得身份政治比福利国家的危害更大 我已经指出这种话题其实是无解的 所以我对白左的批评与所谓的白右有两点是不同的 而第一我并不认为白左传错白右传对 也并不是折中调和的所谓白中的立场 而是就事论事是吧 只论对错无论左右 尤其是不把美国的左右和中国所谓的左右混为一谈 甚至美国的左右与欧洲的左右也是有区别的 第二我并不认为桑德斯市的欧洲在美国条件下比主流白左更糟糕 有人说幸亏桑德斯势力还不大 势力大的都是那些主张讲身份政治 而不太讲劳工问题的那些人 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在中国 而不是在美国这种背景下 身份政治如果恶性发展 那比那个劳工政治恐怕问题还要大 那么 我认为在美国种族问题上的激进主张 可能比阶级问题上的激进主张要更麻烦 但是回过头来 对于美国华社的反白左 当然我无法确切知道是否以及什么程度上有这种现象 但是在 无论中左和白左是不是被混淆 是吧 有人说这种美国华社对白左的反感 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中左和白左 其实我觉得他们混淆了对白左会有反感 不混淆也会有反感 是吧 无论中左和白左是不是被混淆 无论从大陆背景的反左情绪 是平移到美国 还是在清清楚楚的知道 中国的左和美国的白左不一样的前提下 华人基于重视小共同体 既不指望福利国家 又反对极端伦理个人主义的华社儒家价值观 他要排斥白左 我觉得也是不难理解的 是吧 因为我前面讲过 你看像那个 像那个西部华社的那种状态 他们第一是反对大政府的 包括福利国家 他们也不感兴趣 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生活在这个福利国家之中 是吧 这个从秦始皇以来 中国看到的大政府都是那种只知道横针暴恋的 是吧 那个他们对福利国家不感兴趣 他们如果需要福利 就更希望是那个小共同体提供的福利 而他们希望小共同体提供福利 他们当然就不会持那种极端的那种 那种个性自由 是吧 反爹反妈 摆脱家庭 是吧 他们当然不会去 当然不会去主张这种东西 是吧 所以 这种华社儒家价值观 排斥白左 我认为是不难理解的 是吧 不管是你是秦始皇式的左 还是白左 当然同样不能不难理解的 还有前面那位朋友指出的那种 行而下的重击 是吧 像北京人不愿意北京户口 没有限制一样 不愿意北京高考和传国统一 特别是新北京人 更反对这一点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而且虽然没有统计 但是根据这种推论呢 我也的确是相信 这个这个 至少大陆华人的第一代移民 确实是比较普遍的同情白右 反对白左 但是当然了 理解并不是同意 华社儒家在有秦制的地方 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民间组织资源 但是在没有停滞的美国 我认为他们也应该与时俱进 现代民主社会需要普世的自由民主价值 一定程度的福利国家 当然福利国家搞得过分 我也是反对的 是吧 但是一定程度的福利国家和个性解放 都是必须的 当然这两者也不能太过分 像现在的一些白左 我认为就搞得太过分 那么一定程度的福利国家和个性解放 都是必须的 白左的一些追求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那么华社的小共同体本位 也就不可能太强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 就像我前面讲的 华人二代和华人学生中 这个问题已经淡化 总的来讲华人接受美国主流体制的能力 还是 华人接受美国主流体制的能力 还是非西方移民中最成功的 过分强调 华人传统和西方不相容的文化决定论 我觉得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从美国华人的历史 从美国华人的现状就可以看出这件 好了 我现在这个时间花的太多了 我现在回到这个时间自由这个话题 这个时间可能都不太够了 我要讲一下 我那个时间自由 可能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就知道 他提出了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 在九十年代的讨论中 很多朋友是 非常强调消极自由 排斥积极自由 当然 他们对那个 柏林讲的积极自由的理解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这里我不想展开了 不过在当时啊 强调消极自由 对于中国要推广 市场经济 推行经济体制改革 这些东西都是有他的合理性 但是我当时说啊 如果你是已经建立了自由秩序 那么至少你作为 这个所谓自由 站在自由右派的立场上 你认为只要有消极自由就够了 这个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不赞成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可以成立的 但是如果回到那个自由之前的自由主义 或者用斯金纳的说法叫做 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 如果回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 就就就就 就还是 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讲的简单点 我的一个观点是 自由之所以 自由秩序之所以难以建立 最大的问题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仅有消极自由是不可能建立自由秩序的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 如果已经建立了自由秩序 那么你消极自由多一点 甚至呃 如果按照逻辑上讲 呃 没有积极自由 好像也是呃 没有障碍的 是吧 但是如果他没有 那个呃 积极自由 呃 没有自由秩序的情况下 如果你要在争取建立自由秩序的那个情况下 是吧 你只讲消极自由 呃 好像是呃 很难的 是吧 或者说甚至是不可能的 是吧 那么我当时呃 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三种自由 呃 那就行了 是吧 呃 我既不当奴隶 也不愿意当奴隶主 是吧 我当了奴隶主 我当然就是反对自由的了 是吧 那么我当奴隶啊 我也谈不上自由 是吧 但是我只要是不当奴隶 也不当奴隶主 是吧 我为我自己争取自由 那就够了 是吧 我并没有什么义务要去管别人自由不自由 是吧 那么这个这个说法就是我不需要很高调 那么如果是在一个已经有的自由社会中啊 那么这个好像并不是个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吧 呃 有人说呃 这个呃 一个自由的社会个人的权利就应该是呃 尽可能的大 是吧 呃 不应该呃承担呃 多少呢 就是公共公共领域 呃 应该越小越好 呃 比如说一个国家应该呃 尽可能的少收税啊 也不提供呃 福利 是吧 这个这个我觉得都是至少是作为一种逻辑是可以呃 可以成立的 是吧 但是在一个 还没有建立自由秩序的条件下 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的自由 那会呃 呃 怎么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呢 是吧 呃 呃 我当时曾经呃举过一个例子 是吧 我说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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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秩序的利剑奴役了星期五 是吧 在一个岛上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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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鲁宾逊跑到一个岛上 如果他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那无所谓自由不自由 但是又有了另外一个人叫做啊 叫做 呃 星期五 是吧 那么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就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了 按照迪福的说法鲁宾逊是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 是吧 也就是说星期五并不是自由的受雇于呃 呃 卢彬逊是吧 他是在呃利剑之下做了呃 卢彬逊的奴隶是吧 那么这个呃 显然是呃和一些呃左派提出的主张 就是说呃 自由雇佣也不行是吧 因为自由雇佣也是一种自愿当奴隶的政策呃 制度是吧 那么为了解决自愿当奴隶 我就应该强迫他自由是吧 就是强行解除他们的呃雇佣关系是吧 就是反对资本主义了是吧 就是反对雇佣制度了 这叫做强迫他自由是吧 强迫他自由就是有点啊呃 呃就是打着积极自由的那个那个旗号了 是吧 因为这个雇佣制度不符合道德是吧 所以他们主张也不行是吧 那么这种主张当然我也是反对的 是吧呃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早上来了第三个人 是吧 那么这个人他看到已经存在的鲁宾逊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 他会怎么办呢 是吧 一个办法就是呃 既然鲁宾逊没有手持利剑奴役我 是吧 我根本就那我就不管 是吧呃 呃那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是有了消极自由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啊 我帮鲁宾逊去呃呃去抢奴隶 是吧 或者我当星期五呃愿意做别人的奴隶 那如果是这样他就连消极自由也没有了 是吧 那么如果他不干涉这两个人 是吧 你鲁宾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 我不管 是吧 但是我既不是鲁宾逊也不是星期五 可是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鲁宾逊能够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 那他为什么不能手持利剑来奴役你呢 是吧 这里头就有一个呃 我们很多人都听到过的那个呃 在德国纳粹时期那个新教寻父呃 神父马丁的那个说法 是吧呃 就是那个起初他们追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 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公会会员 我不是公会会员 我继续不说话 最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 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杀我了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是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关心别人的自由 那么最后你的自由也就保不住 那么不少有不少人都引用了这段话啊 这段话是呃这个马丁 他是个新教的寻父 这个我要知道我呃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呃 纳粹虽然不是一个教派 但是他主要是呃 主要还是新教徒中最流行的 是吧 那个纳粹运动的起源 呃像那个斯勒斯勒伊格 荷尔斯泰因这些地方 普鲁士这些地方都是新教地区 是吧 呃相对而言 纳粹的新教色彩要比呃 天主教色彩要更浓 是吧 那个这个当然也和那个我们像对新教伦理的看法 呃可能会有一些呃讨论的空间了 呃但是我这里要讲了呃很多人引用这个呃 引用这个呃新教神父马丁的话 是要来说明自由制度是一个整体 暴政迫害别人你不管到头来你自己也可以 也可能遭难 所以即使为了自己你也需要去抗争 这就是所谓捍卫他人的权利 就是捍卫自己的权利 呃但是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啊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是吧 呃 马丁说他原来不懂这个道理 呃 所以他不就不站出来 但是你就是懂得了这个道理 你就会站出来吗 呃 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自由 即使懂得这个道理 我觉得从人之常情而言 他也多半会沉默的 因为这个道理只能证明你应该起来抗争 是吧 也就是说你抗争了 我是很高兴的 但是却不能保证 确实就会出来抗争 因为如果你不抗争 通常你遭受的迫害的概率不会是百分之百 但是如果你出来抗争 那就百分之百会首张其中受到迫害 而如果别人起来抗争消除了专制 你同样会得到自由 所以通常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还是会选择等着搭便车 自由自渡之难得 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人们不想自由 不知道自由之可遇 而在于就是我讲我讲的一句 后来很多人还引用的话 叫四人皆知奴役苦 三个和尚无自由 是吧 谁都知道受奴役是不好的事 但是谁都愿意看着别人为解除奴役来奋斗 自己不愿去付出这个代价 当然了 有希望的民族总会出现一些高尚的人士 他们能够不是只为自己的自由 而是基于某种超越性的动机 是吧 这个超越性的动机 包括社会责任感 宗教信仰 利他的道德心等等 他们因为这些原因 是具有超越性的动机起来抗争 但是同时他们又胸进宽厚 既能宽恕对手不搞以暴异暴 又能尊重庸重不强迫人高尚 是吧 也就是高尚只用于律己 而不用于律人 并且他们还能够认可庸重达便车 是吧 也就是说你即使没有为自由而奋斗 只要你没有罪恶 是吧 你即使没有为自由而奋斗 你是个庸人 是吧 但是你搭便车完全可以 是吧 也就是说他的奋斗并不是只给自己或自己的追随者自由 也不搞自由有等差 使自己和自己人比别人更自由 是吧 凡是他争到的自由就是大家都一样的 都有自由的 是吧 这个其实就是我后面要提到 那个卢梭 波可克这一系列的各共和主义者所推崇的超越了个人主义的自由争取者 一个民族如果有了这种人就有希望跳出怪圈走向自由制度 当然这种人不可能多 当然这种人不可能多 不可能期待云云众生都这样 不过如果有人这样就可能出现榜样效应 有些人就会去仿效 而且仿效者越多 每一个人的风险就越小 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 就可能出现一种闲雨违心的状态 甚至比赛激进的状态 这个时候又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高尚者最有条件出来意志激进 达成和解 是吧 因为正是他们有足够的道德感召力 使人们远离华众取宠的激进蛊惑 正是他们 比如我曾经提到的曼德拉这样的人 当然我南非最近的情况使得中国人现在骂曼德拉成了时尚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破口大骂的 左派骂曼德拉为什么不搞革命 右派骂曼德拉为什么让黑人掌权 黑人本来是不配掌权的 按照有些人的说法 关于这点我觉得现在的南非应该怎么理解 我们不久就会开一个会专门谈这个问题 就是在南非的 是线上的一个会议 那么以后我会陪录一些有关的看法 但是我这里我只讲结论 我认为曼德拉是非常伟大的 那么曼德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可以 他当年抗争是吧 而且也在于正是因为他抗争了 有道德的资源 所以他可以在南非的过渡时期站出来 呼吁妥协 呼吁和解 而不搞以暴易暴 不搞革命 其实在南非的过渡时期 反而是那些过去以害怕失去为理由 鼓吹顺从的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者 接上南非的布特莱奇 是吧 这些人反而在过渡时期 他们没有能力 或者根本就不想 阻止那种比赛激进的那种局面 是吧 反而是曼德拉 他因为有他站出来遏制激进 不会有人说他被白人手买了 软弱了 是吧 因为他坐了26年的牢嘛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能够在关键时刻避免持续 更避免以暴易暴 是吧 换句话说 正是在那些能够建坏 更容易出现建好就收的力量 当然这并不是必然的 也的确有很多 见坏就上的勇夫是见好不收 一味走极端的 不过通常就人性的局限而言 其实更大的概率是 越是见坏不上的人 一旦发现风险消失 往往越是一哄而起 就越会见好不收 顺民转眼就变成暴民 强找众人推 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腐蚀皆是吗 是吧 见坏不上当然 见坏就上当然不是对云云众生的期待 不过对于云云众生 还是设想 他们会愿意乃至希望达这个便车 因而对高尚者怀有善意和敬意 至少不去嘲笑诋毁高贵 像鲁迅皆是的那样 去大吃人血馒头 当然期待不等于现状 他需要启蒙的努力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希望人们懂得马丁讲的那个道理 相对而言这并不难 但是这个还是要做的 那么期待更不是要求 论者既不能要求什么人高尚 也无法阻拦什么人 堕落 更不能指责谁谁谁平庸 但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应该不至于永远陷于 见坏不上和见好不收的恶性循环之中 经受暴君和暴民的反复折腾吧 其实当年我的这个说法 商榷 最典型的是2008年 周哲雄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周哲雄先生首先是传盘否定了马丁的那番话 他不但否定了 而且话说得很难听 他说这是积极自由的烂调 而且还逻辑不通 甚至只能视为一种重邪 那么导致周先生如此深恶痛劫的理由是什么呢 周先生说 他预设的前提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追杀者和被追杀者 任何仅仅没有出面阻止追杀的人都将难逃一死 所以不出面阻止也就是不说话 与遭到追杀最终将活二而一 他说秦辉先生从己律角度对他略起疑斗 他指的就是我曾经指出 这个如果别人迫害别人 如果假迫害B 如果假迫害乙 你作为一个饼 你不出来说话 那么你最后也受到迫害是有可能的 但并不是必然的 只是一个几率 但是如果你起来说话 那么你受到的迫害的可能就马上就到了 就可能百分之百了 如果你不说话 你受到迫害 这可能是只是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是吧 或者百分之五十 但肯定不是百分之百 是吧 因为任何专制者都不会迫害一切人嘛 是吧 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是吧 如果你不说话 你有可能受迫害 但是如果你说的话 你肯定会受迫害 是吧 那么这个几率是不对整的 但是周先生说啊 真正的问题 就是他的前提 这个新教神父 漏算了一种人 既不反抗 但也不助纣为虐的人 是吧 他说我们只要指望这种人 所有的人都当这种人 那就可以不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 那么他说新教神父 他应该反思的就是这个 是吧 这个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情况下 而不应该寄托于有某些人会站出来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当时其实也没有说什么 这个我觉得后来很多人呢 后来一些朋友还说 这个周先生这个说法是说的很对的 是吧 这个消极自由就够了 这个这个 急急出来跑出来 那个反而会坏事什么什么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的一个基本逻辑很简单 马丁神父 他自己不就是 虽不反抗 但也不助纣为虐者吗 是吧 他怎么说没有算这种人呢 他自己就是这种人呢 当然即便如此 他还是最后遇难了 周先生并没有去否认这个事实 他却要反驳 神父遇难前的反思 他根据自以为是的逻辑断言 虽不反抗 但绝不助纣为虐者 不会成为暴政的受害者 真的吗 神父的遭遇明明就摆在那里 周先生充其量只能说 这种事即便可能 但几率不会太大 那如果几率不大 不就和我的认证是完全一样的吗 是吧 这又为什么值得他做出很大的商卷文章来反驳我呢 他就首先应该证美神父的叙事 认为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他不仅没有证美 而且他在下面又讲了很多暴政迫害无辜者的故事 就是迫害那些没有反抗的那些人 这故事 是吧 比如说他提到了一个故事 就是在苏联流行的很广 就是斯大林讲话 大家都鼓掌 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 然后有一个人鼓掌累了 他首先停止了鼓掌 这个人马上就给抓起来了 是吧 他用来说 他用这个故事来说 你不要说反抗了 你就是首先停止鼓掌 你鼓掌的时间比别人少 你就有可能受到迫害 是吧 那反抗当然是更危险了 是吧 忠心表达不够就如此危险 所以你指望人去抗争 就更不现实 但是他这个理论 不就恰恰否定了他前面讲的话吗 是吧 他前面说 就是你 你 你 根本用不着反抗 是吧 你就是 既不反抗 也不助纣为虐 就行了 是吧 而且如果不反抗 就绝无受害的可能 那么除了对反抗者 除了反抗者以外的 绝大多数云云众生而言 自由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暴政又有什么不好呢 绝不助纣为虐的动机又何在呢 难道仅仅在于因为 为因反抗而受害的他人着想吗 如果是这样 是吧 这种纯粹利他的动机 对所有人而言是现实的吗 其实我觉得 马丁的话的意思在证明 暴政可能危害所有的人 因此 捍卫他人的权利 就是捍卫自己的权利 这一点上 他是没有说错的 明白这一点 就会懂得自由可遇 暴政可忧 但是正因为 己律问题 和自由的公共品性质 如果仅仅为捍卫自己的权利 人们就未必会力争可遇者 力主可忧者 而宁可等着达便车 那怎么办呢 周先生给出了 他认为更现实的期待 这就是把前述的神父的话改成 起初他们追杀自由主义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厌恶 做帮凶 我不干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厌恶做帮凶 我不干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 我厌恶做帮凶 他们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还是不干 还是不做帮凶 最后他们追杀我 结果他们发现 根本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效命 所有的人都厌恶做帮凶 其实 我觉得这种修改完全是莫名其妙的 因为马丁神父那段话是反思之语 他本来就没有做帮凶 他反思的是别人受迫害时 自己没有站出来说话 如果不做帮凶就足够 他还反思什么呢 而他固然没有做帮凶 但他最后奔我而来时 仍然有人帮凶 却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该反思的不就是这个吗 显然周先生并不是为了神 并不是为神父改进反思 而是认为他根本就不该反思 而且觉得后人 其实他点的名就是我 他觉得后人引用这一反思是有害的 他解释说 假设性推理必须遵循 有意到难的原则 更高级更苛刻的假设条件 必须建立在相对初级的假设 已经被推翻的基础上 而不能忽略初级 而且可行的假设 直接拿更高级的条件 作为前提 充当暴力的反抗者 较之拒绝充当暴力的打手 条件苛刻的多 前者非勇士莫能为 后者却对任何人都谈不上苛求 假设人人都拒绝充当暴政的阴犬 实际上 假设人人都是勇士能够获得的效果 忽视人人不当打手的平易的目标 却把希望寄托在 人人成为勇士的高难度目标上 不仅学理上说不通 现实生活中也难奏效 他唯一奏效的领域 就是指上的慷慨了 这个话说得很挖苦 但是周先生没有指出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曾经提出过 人人成为勇士的高难度目标呢 恰恰相反 我正是在指出神父给出的道理 不足以使一般人站出来抗争以后 提出少数抗争者精神之可贵 这么说当然不是要求谁去做这样的少数 我这个本书的捐手语就讲 能律己生物律人高以无憾 但是假定一个民族会产生这样的少数 这是更苛刻的假设条件吗 如果是 那么周先生明确提出的 人人不当打手的目标 难道真的更为容易吗 其实周先生所谓 不当帮凶的假设 比进行抗争的假设更实际 这个说法 有一个致命的常识的谬误 这就是他忘了 对一个人的假设 和对一切人的假设 绝不是一回事 对一个人而言 不偷不抢的假设显然并不高调 至少比假设他会英勇救人 要现实的多 但是如果你对一个社会 进行不偷不抢的假设 假设一个社会是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人人都不偷不抢 那就未免太过浪漫了 同样 假设一个社会 所有的人都不当帮凶 那当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专制 也根本不需要去争取自由 但是周先生不觉得这个假设 太浪漫了吗 不要说中国世界上哪一个国家 符合这一假设呢 而任何国家争取自由的过程 不都是在有人当帮凶 有人来抗争 更多的人二者皆不为 的条件下实现的吗 应该承认 消极的不合作 和积极的反抗相比 的确不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意志力 不那么指望崇高精神 这个门槛比较低 似乎也更靠谱 但条件是 这种比较是在同一个范围内进行的 指望某个人挺身而出 英勇抗恶 肯定比仅仅指望他不为虎作仓 门槛要高 指望所有的人都当勇士 也比指望所有的人都不配合作恶 更不现实 但是如果在不同范围内做比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期待所有的人都不与恶权式合作 真的比期待某些人应用反抗恶权式更现实吗 能够产生个别崇高者的世界 真的比一个为虎作仓者都找不到的世界更乌超邦 门槛更高吗 我相信这是完全不顾常识的说法 且不说压迫程度有限的英属干地 英属印度有干地 旧南非有曼德拉 就是典型的极权社会的苏联 也有索尔人尼琴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有林昭 玉罗克吧 连希特勒统治下还有斯陶芬贝格呢 而一个为虎作仓者都找不到的地方 而一个为虎作仓者都找不到的地方 请问在现实世界中 周先生能举出哪一个例子呢 请注意我这里讲的不是指 我和周先生讲的都不是指 已经建立了自由社会 已经没有老虎的暴虐 自然也就没有为虎作仓者的那种自由社会 而是指制度本身在大肆鼓吹为虎作仓的专制社会 周先生说这样的社会无需抗争 只要一个为虎作仓者都找不到了 这个社会就自生自发的变成自由社会了 请问古往今来 什么地方曾经发生过这种便宜事呢 哪个专制统治者是在没有面临反抗压力的背景下 就居然找不到为他做事的人 并且竟然就因此垮掉了呢 这里头就有个问题 自由没有门槛 但是到自由之路需要崇高 我刚才讲了 由于这个基本的逻辑错误 周先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把这个作为推倒的前提 就注定了结论的错误 这里首先要讲 他的行文中显示出他对消极自由的热爱 和对积极自由的鄙视 他其实对柏林分析的这两个概念 没有什么研究的 而是随大流的把这两个概念 基本对应于今天所谓的自由放任 和福利国家这两种主张 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这里本身就有点问题 有一个朋友曾经以高考做比喻 说每个人都参加高考的权利不能被剥夺 这就是消极自由 是吧 所谓消极自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高考 而什么叫积极自由呢 积极自由就是保障每一个人都可以考上 是吧 就所谓的结果平等 或者说是福利保障 他说这就是积极自由 还有人说罗斯福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是消极自由 而免于匮乏的自由 也就是社会保障了 属于积极自由 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符合柏林的本意 不过这个话说来话长 我在这里就 我们不能大量去讨论柏林 但是 就算按照周先生的用词 以积极自由来指称社会保障 公共政治之类 而消极自由似乎就是自顾制 就够了 是吧 自顾制不害人也不被人害 这样这么一种所谓的庸人的自由 那么这种自由 我觉得毫无疑问 现代社会必须承认庸人的自由 不能烂搞 强迫你高尚 是吧 如果一个社会不承认庸人的自由 可以强迫人变成高尚 那就是要对人强行改造 是吧 那这个就不是自由社会 但是 没有一个至于现代社会 是只承认这一点就够 强迫你高尚 那很可怕 但是对于自律的高尚者和奉献者 缺乏一种 虽不能自 心想往之的尊敬 甚至奉行 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崇尚自私自利 大持人血蛮头 那也绝不是自由社会的景观 反倒是极权社会经常见的心态 至于社会保障太多了 当然是有他的弊病 宪政制度下如何界定他的合理边界 当然也是一个真问题 但是社会保障是不是一点都不能有 积极 这个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是不是万恶之冤 是吧 可以肯定柏林本人肯定不是这样认为的 是吧 尽管他确实更强调消极自由 但是他强调的积极自由 他认为积极自由太多了 要警惕 他讲的这个积极自由和福利制度 也不是一回事 是吧 这个我在另外的场合会讲 专制制度是不是都应该 是不是都因为人们追求社会保障而成立的呢 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 是不是就不会有专制 只会有消极自由呢 是吧 这种问题难道还用回答吗 以及更重要的是 在前宪政状态下 为不受制约的权利 单方面推卸责任 否定公众可以对之进行福利问责 这对于宪政进程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呢 在专制时代追求积极自由的福利问责诉求 我这里积极自由是周先生那个意义上的 和追求消极自由的制约权利的诉求 是互补的还是互赐的呢 在这种时代强调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绝对对立 究竟是要解决真问题还是知道假问题呢 这些都值得一变 但是周先生和我的商却似乎还够不到这样的层次 因为他似乎完全不了解这两个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 他说德国神父讲的那段话是几乎每位试图强调积极自由的必要性的学者都引力为根据的 但是神父讲的这句话与他定义的积极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这段话对社会保障问题有什么涉及吗 根本就没有 这段话无非是说当暴政乱抓人 也就是消极自由被彻底破坏的时候 人们应该站出来抗争 也这个抗争就是捍卫 根本没有人说是不是应该向纳粹要求福利保障 这怎么就成了积极自由的主张呢 是吧 你可以说这个神父的目标太高 却有什么理由把这个目标定义为积极自由呢 在柏林或者其他什么人的著作中 乃至在他自己的定义中可以找到这种理由吗 周先生似乎认为在暴政乱抓人 消极自由荡然无存的时候 只有袖手旁观也就是既不反抗也不帮凶 这才是维护消极自由 而出来抗争反倒是破坏消极自由的 因为只要抗争就是积极自由 而积极自由又与消极自由四不两立 这样的说法实在是超越了人们的常识 神父那段话只是希望以积极的态度去争取消极自由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汉语中的消极积极的词意 似乎给人以这里存在着矛盾的印象 邓正来先生曾经主张把消极自由改移为否定的自由 在神父的语境中就是不受非法逮捕的自由 看来这就是针对周先生这种误解的 那么周先生不以这种积极态度为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说这种态度就是积极自由 而那么周先生理解的消极自由又是什么呢 最后我要讲 我认为积极自由是有它的价值的 尽管我是很反对它的无限膨胀的 我并不认为所谓积极自由就是专制 尽管有些专制者喜欢挂出类似的旗号 就像他们也可能挂出别的亮丽的旗号一样 但是我当然懂得消极自由更具有底线性质 在当下的中国也更应该强调 由于实践自由的讨论对象 是主张争取消极自由的自由主义朋友 重视共同底线的 我在这个文章中没有涉及到对积极自由的评价 而完全是从消极自由如何可得 而不仅仅是如何可遇的角度来展开论证的 那么这个关于积极自由我们就另外再讲 那么总而言之 这些话如果横移到国际上的那个讨论 我觉得那个和我前面讲的这个关于共和主义的讨论 可以可以对照起来看 所谓的共和主义可以源于古代希腊罗马 那么古代希腊罗马就是尤其是像那个 像那个西塞罗 是吧 他是非常强调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 大家知道西塞罗是共和国的拥护者 是罗马帝国的反对者 是后来那个独裁的反对者 独裁推特制度常态化的反对者 是吧 但是希腊罗他认证共和国是要有一定的道德基础的 是吧 那么现在后来 到了就像那个斯金纳波考克 这些人还有很多是吧 什么佩蒂特了 桑斯坦了等等 那么这些人 他们 其实也有点 在今天的美国也有点类似于白左 但是他们和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 他们实际上并不太讲那个身份政治 是吧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话题变成是那个黑白啊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 那么在当代的美国 自由主义是与保守主义相对而言的所谓左派 而我前面讲的这几个所谓的新共和主义者 就更左一点 是介于自由主义和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 用那个一些评价的人说 作为左派对于市场社会的另一种后社会主义批判出现的 那么对于自由秩序 尤其是个人主义的消极自由权力 已经确立了至少上北年的西方和言 这种思潮显然是带有一定的自由积极自由的社产 他不仅强调公民权力 而且强调公民道德和公共参与 是吧 那么公民道德和公共参与 对个人权利的约束和对所谓过分的自由主义的矫正 这种药方对西方社会如今的问题是不是有效 还有待观察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 对于消极自由还远远谈不上确立的那些地方而言 共和主义思想之源 首先应该针对的恐怕就是那种所谓的 就是那个钱李群先生讲的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 当然这个话我觉得这个定义可能并不完全精确 我这里 但是他指的是什么 可能大家 是吧 我就不必纠缠了 以及像周则雄先生我刚才讲的那种 只要消极自由 而且妄文生意的把消极自由理解为消极的自顾制的观点 这里我讲妄文生意指的是妄中文生意 其实在西方 你在英语中你是很难妄文生出这个含义的 所谓的消极自由就理解为消极的自顾制 其实我觉得只要不害人 自顾制本身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把自顾制夸张成唯一的正道 而把积极抗争者贬为只能视为重邪 那就连消极自由也无从谈起了 比我曾经指出自由制度一定要防止 我曾经指出 这个自由制度一定要防止强迫人崇高的这个必病 一定要允许人们平庸的生活 而且无需为这种平庸心怀不安 我甚至曾经指出有些人提出的 把那个阿伦特讲的那个平庸之恶 给广义化是很危险的 平庸本身绝不是恶 世界上没有平庸之恶这种事的 如果你仅仅是平庸 那和恶是不会产生问题的 平庸和恶之间是有区别的 为虎作仓那是恶 但是那就已经不能说是平庸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讲 自由制度不是为圣人 而就是为庸人建立的制度 这个制度一定要保障庸人的权利 但是这个制度本身仅靠庸人 却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这是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最难处理的一个悖论 今天我们讨论共和主义 套用斯金纳的语言 在他们是试图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资源 来矫正现实自由秩序的缺点 但是我们则是在用共和之前的共和主义 去探讨自由之路 包括消极自由之路 主义可拿来 问题需涂产 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